台東縣政府文化處在藍賽圖廣場舉行最療癒的吹南風賽音樂活動 吸引了近百位的民眾到場聆聽享受歌手帶來的精彩演出 文化處也表示說在疫情期間利用音樂讓民眾可以獲得放鬆 最後一個場次16號要登場了也歡迎鄉親把握機會 歌手在台上賣力的演出 而台下的觀眾享受歌手所帶來的精彩演出 台東縣政府文化處辦理吹南風賽音樂活動 先前受到疫情的影響僅舉辦了一個場次 二日下午在藍賽圖廣場舉行第二場次的演出 而活動現場也配合中央防疫政策才單一進出口制 而民眾在入場時也必須做好食連制以及體溫良策工作 文化處表示希望能夠來讓聽音樂的民眾能夠更加安心 而活動也設立了打卡牆供民眾打卡兌換消費券 剛好在家這附近剛好聽到音樂聲 然後就跑過來看了 很棒啊可以聽一些懷舊的歌曲 那其實這個活動的目的除了是希望可以帶給大家有一個很輕鬆的舞后 那也同時提供台東在地團隊的表演舞台 那也提供了一個老藝人的一個舞台 讓大家讓一些影法族啊 或者是我們的長者可以重溫這個年輕時最新的夢想 文化處指出今年最後一場的吹南風曬音樂活動 將在這個月16號登場 歡迎民眾可以踴躍參加 同時也呼籲來參與音樂會的民眾 務必做好相關的防疫工作 共同歡度愉快的午後時光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